1月11日凌晨 德云社月云鹏在凌晨三点 晒了自己的2022愿望清单 看到月云鹏列出的八个美好愿望 细心的网友发现 与去年的愿望清单相比 不变的心愿与搭档孙月有关 在去年的愿望清单中 月云鹏希望自己的搭档孙月 能够减掉一百斤 而今年月云鹏仍旧在清单中 写下了这个心愿 首先不得不感慨一句 月云鹏虽然学历不高 但绝对不是没文化 起码这个字写的 就比大部分娱乐圈明星要漂亮 不提字型有多工整 起码每个字都能让人清清楚楚认出来 而且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这就说明月云鹏下过功夫 连续两年孙月都出现在月云鹏的愿望清单里 这说明孙月在月云鹏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 同样也说明了孙月的身体状态已经亮了红灯 孙月其实从小体重就超标 据说13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达到了恐怖的130斤 后来基本上就没瘦下来过 月云鹏曾经在舞台上调侃孙月 是在动物园喂大象的时候偷吃大象饲料了 大象瘦了 他胖了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 但孙月的体重一直是德云社重点关注的问题 曾经在一档节目上 大家称过孙月的体重 当时郭德纲他们都没敢用电子的 直接上了D棒 结果也没让大家失望 孙月体重146公斤 也就是292斤 将近300斤的身体 平时不动还好 稍微一活动就一身汗 前几年有幸在小剧场听过孙月的几次相声 孙月嗓门大气势是真的足 那时候感觉还不太觉得他胖 但这几年在电视上 看月云鹏和孙月的节目的时候 真的觉得孙月累得不行 说两句就擦汗 站立的时间一长就特别疲惫 甚至到最后就有点飘了 可能大家对于300斤 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概念 孙月平时在台上穿大褂也看不出来 有粉丝拍到了孙月 近期参加节目的照片 这体格真的是上下一边宽 脖子和腰肯定是没有了 大腿往上就一个球形 郭德纲调侃他坐飞机站两个座 一点不瞎说 一份新年愿望清单 没有提到家人 却唯独提到了孙月 也能看出月云鹏对老搭档的关心 除了提到孙月外 仔细看这份清单内容 第一条就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这已经不仅仅是月云鹏自己的愿望了 我觉得这差不多是全世界所有人的愿望 2022年这个疫情赶紧结束 月云鹏后面的几条愿望 基本上和我们大家对未来的期望差不多 大部分人的愿望无非就两个 追名逐利和身体健康 月云鹏也不例外 说开专场也好 参加德云社 逗笑社 综艺也好 粉丝涨到2950万也好 这些都是月云鹏对于事业发展的期望 是对名利的追求 当然也是月云鹏希望 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欢笑和爱 希望月云鹏的愿望能够早日成真 也祝福他的事业可以越来越好 为观众创作出更优秀的相声作品 谢谢大家